如今的果敢风起云涌 明家几乎已经被连根拔起 而果敢四大家族之手的白家 虽然想要赋予完抗到最后 但随着白索成的三个儿女 坠机身亡 覆灭也已成定居 那白家凭什么能成为果敢四大家族之手呢 白家之所以能成为地头蛇中的地头蛇 是因为果敢四大家族形成离不开 白家家主白索成的一手策划 白索成是土生土长的果敢人 1950年出生 在他15岁的时候 就已经跟在了果敢王彭家生的身边 当时彭家生刚刚成立果敢人民革命军 开始以游击战对抗缅甸政府的道路 白索成当时年纪虽然小 但是打仗很有一手 尤其擅长用脑子 所以很得彭家生的赏识 后来彭家生加入缅共 再到与缅共翻脸 争取果敢自治权 成为果敢土皇帝 白索成都一直紧跟着彭家生的步伐 而随着彭家生的势力越来越大 白索成的位置也越来越高 在彭家生离开缅甸共产党 出任果敢特区的主席时 白索成也水长船高 担任了果敢同盟军的副司令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过白索成也是一个有野心的 也许和彭家生还有一些利益上的纠葛 白索成逐渐起了一心 他不乐意屈居于彭家生之下 想要取而代之成为果敢新的王 但是他并没有实力直接篡位 所以白索成需要寻找盟军 共同对抗同家生的统治 这个时候他能找谁呢 白索成想到了缅甸政府 而缅甸政府虽然跟彭家生合作 将缅甸共产党赶了出去 但是获得了果敢自治权的彭家生 在果敢生威越来越深 缅甸政府反而对果敢地区失去了控制 于是彭家生成为了缅甸政府新的眼中钉 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白索成此时也需要联合缅甸政府 来反抗彭家生 双方一派集合 2009年 白索成联合缅甸政府 发动了对彭家生的战争 结果以彭家生战败告终 缅甸政府终于成功将彭家生 驱逐出果敢地区 于是白索成如愿以偿地 接替了果敢特区主席的位置 自此之后 白索成便成为了果敢的老大 白家也成为了果敢地区的世家大族 而正是因为威望民心 都有的果敢王果敢生 被迫离开了果敢 白索成上位 并冒天下之大部委 开始从事电信诈骗行业 才有了后来所谓四大家族的发展空间 经此一役 他不仅获得了自治权 同时军队出身的白索成 还在这里豢养四兵 作为自己的武装力量 缅甸政府对这一地区 依旧没有控制力 白索成联合缅甸政府 成功将彭家生赶出了果敢地区 自己成为了果敢地区的一把手 之后他又做了什么来扩张自己的势力 成为果敢四大家族之首呢 果敢地区自从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后 便成为了毒品的生产地 这里的人家几乎家家户户 都以种植因素为生 而缅甸共产党同样也是靠毒品来维持运转 曾经作为缅供高层的彭家生 也是一个大毒枭 但是在彭家生获得了果敢自治权 成为了果敢土皇帝之后 他就为了果敢的长远发展 开始了在果敢进行禁毒运动 但是遭到了巨大的阻力 毕竟从毒品身上尝到甜头的人 怎么也不愿意放弃这么大一块蛋糕 这可能也是彭家生与白索成立纠葛的一点 而将彭家生赶出果敢之后 白索成彻底抛弃了彭家生曾经定下的禁毒政策 恢复了之前的毒品生意 并以此大肆搜刮 除了通过毒品来搜刮财富 缅北的电信诈骗行业也是从白索成开始 同时还有臭名昭著的人口贩卖和器官贩卖 可以说白索成根本不在乎自己手上的财富 是多少条人命累出来的 他通过这些产业来豢养自己家的私兵 他留下200个人当作私人保镖 剩下的交给了两个儿子 而两个儿子表面上是做生意的 但是手握兵权来做生意 能干出什么来可想而知 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做生意的脑子 之所以能拥有果敢地区最大的商业集团 靠的都是军队的威慑 之后白索成的大儿子白银龙创下了百胜集团 还在老街开了百胜酒店 表面上白胜的产业就是房地产 实际上还从事着国产行业 房地产业的背后也藏着不少的诈骗行业 二儿子白银仓更是了不得 是果敢的民兵大队的队长 苍胜诈骗园区就是他开的 而他还通过白家的私兵来压榨被骗来的受害者 保卫诈骗园区的正常运行 白银仓的手下就有一千多的兵力 这些兵力足够他在果敢地区称王称霸 此外白索成还有三个女儿 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大女儿叫白银湘 是果敢地区的妇女会主任 以及慈善基金会负责人 听起来是个善良的人 但实际上是个披着羊皮的狼 她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 从事着人口贩卖和迫害妇女的事 同时还参与毒品制造和贩卖 二女儿叫白银蓝 是个食俗时的蛇蝎美人 嘴上在宣传着反诈骗 看上去好像是人模人样的 其实当地人都叫她女魔头 她是百利新公司的董事长 也是百胜集团的董事 这两个身份就注定了她不干人事 而且她不仅贼喊捉贼搞诈骗 还嘎人妖子 女魔头不是乱叫的 小女儿叫白银改 还是中国儿媳妇 丈夫曹强立是温州人 不过跟着白银改一起在果敢谋生 夫妻二人是果敢有名的诈骗犯 白家五个儿女 没一个好人 全是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 他们利用别人生命堆出来的财富 满足自己的私欲 拥有四千多名民兵的果敢势力 第一家族白家 如今面对果敢同盟军的步步紧逼 最终下场如何呢 滕家生被赶出果敢之后 自然是不甘心的 没过多久便卷土重来 2015年彭家生曾经联合瓦邦联合军 克金独立军想要夺回果敢 但是缅甸政府军相对于白锁城 更忌惮彦彭家生 所以此次选择了继续与白锁城合作 彭家生想要夺回果敢的行动失败了 不过缅甸政府对白锁城也只是利用而已 此次行动之后便借机撤掉了白锁城的职位 白锁城也不在乎 被卸了职位之后 干脆隐居幕后 让几个儿女冲锋在前 各自成立自己的公司和集团 从事各种灰色产业 这些不易之财 一部分供白家人享受 一部分就用来养私兵 再用着这些私兵来维持灰色产业的发展 而白家在巅峰时候 私兵数量超过了4000 2022年 果敢王彭家生离世 至死也没能回到自己魂牵梦营的果敢家乡 他一死 似乎果敢地区就再也没有 什么能阻挡白锁城和四大家族脚步的了 于是他们越发嚣张 电信诈骗屡禁不止 不过他们显然低估了彭家军的力量 虽然彭家生死了 但是他的儿子彭德仁也不是吃素的 而白家和四大家族 在同时电信诈骗行业的时候 实在是太过嚣张了 他们不仅搜刮果敢地区的明治明膏 还将矛头指向了中国 很多电诈园区都有专门针对 与诈骗中国人的业务 让棉北电诈产业在中国臭不可闻 也因此上了中国政府的通缉名单 之前彭家生之所以要搞禁毒 很大程度上也是看到中国的禁毒力度 知道这样下去迟早要遭 所以才在国敢搞禁毒 想要带国敢人民转型 奈何他的手下被利益蒙了心 不仅恢复了贩毒产业 如今的诈骗更是做出了针对中国的产业链 此次国敢同盟军进攻国敢 打出的旗号就是打击诈骗犯罪 国敢四大家族的诈骗犯 也都上了中国的通缉榜单 明家已经覆灭了 而白家也到了穷途末路之时 前几天有消息称 白家三个儿女坐的直升机 被同盟军打了下来 三个人都当场死亡 虽然没有确切证据 外界更多的认为是白家的金蝉脱鞘之计 但白索成被软禁了起来是事实 他最近曾经试图出逃 但是被拦了回来 而不论是白家三儿女被炸死 或者金蝉脱鞘 还是白索成出逃失败 都预示了这个这个家族 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他们也曾经向彭德仁投降 但是彭德仁不接受 表示他们的唯一出路是去中国 如今中国已经公开通缉了他们 白家人到了中国 绝对没有好下场 这也只能说 这恶贯满盈的一家人 也该到了为他们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的时候了